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红杰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花莲先议会教育小组 在今天上午进行业务考察 首站是来到花莲市波斯顿国际实验教育机构 听取校长的简报 并了解目前学校所欠缺的相关软疫情设施 以及外语师资课程 在聘任专业讲师的方式 那么希望借重私人办学的经验 带给公立学校有更不一样的经验法则 教育小组19号上午是特地进行的相关业务的考察行程 第一站是来到了波斯顿国际教育机构 由教育小组总招魏佳贤 先议员郑乾隆 韩林美 迪布斯 吴仁顺助理等 进行了解目前私立学校所遇到的设施困难 以及教学优势 其实我们不管怎么样是什么 其实我们发现 现在已经发科肛仍然还是有着 前人的这些教育知学家的一些思想在里面 所以这一次的三大面向 总干 总干的三大面向 自主其中 社会参与人 也是我们学校在进行 在推动的 在课程当中 那我们希望波斯顿的教学理念 能够跟教育处的教学理念 能够做意见上的交换 那我们知道花莲有很多的一个偏乡学校 还有一些特色学校 如何让这些学校有自己的英语特色产生 那我们就更希望能够借重私人办学的一个经验 来带给公立学校更不一样的一个经验法则 未来可以让每一个孩子更好 那未来 双语 双语的教学也势必造成孩子学习上面的一个负担 那我们更希望这些负担能变成快乐学习的一个元素 那也更希望未来有更多教育工作者都能够互相交流彼此的经验 让我们花莲的孩子越来越好 在听取校长的简报之后 教育小组了解目前学校在软硬体设施上所遭遇到的困难之后 也给予了适当的建议 现在经济也不是很好 那家长会把小孩子送来这边 就是让他们在从小教育的部分 会比人比一般中年的小孩来的好一点 可是我在这边我要跟学校来看法 比如说家长投入了那么多的天会 把小孩子送来这边 我们要让我们的小朋友 跟外面的小朋友有所不同 就是说我们的私职 我们的学位既然不大那么多 就是要跟外面组织起来 有比别人好很多 我讲一个案例 花莲是有一个私立的学校 那以前很多家长都会想说 他的小朋友送到那私立的学校去 可是读了一年两年三年 转型的蛮多的 那回想毕业后再回想 这个学校好不好 也普普通通 可是家长在那小朋友 包围那么多的钱 有没有那个价值性 这个是留待商讨的 我就想说 既然我们的家长把小朋友 送到我们实验室 像这边 我们的校长 我们的老师 就尽我们的责任 把我们小朋友叫好 所以刚刚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 非常多元的一个 全英语的一个学习 那对我们的这个 这个 国中小的这个学生来说 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想他是 提升他们未来再生的一个竞争力 那因为这个 英语呢 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然后再透过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资讯来做一个结合 那我觉得相当 相当有潜力的 所以我们 在这里呢 我们教育中这边呢 对办学来说也是 专家 他们可能可以提供更深入的一个 看法跟建议 我们也想说 是不是能够大家来做一个双鱼的一个 沃通跟交流 华林县私人办学的教育机构不多 在教学资源 硬体设施不足的情况之下 以及双语教学师资拼任的优势 教育小组希望在研讨的过程当中 能够提供教育处借进 外籍教师在拼任的方式 有办法解决双语教师师资不足的问题 教育教育放不放 记者林杰 谢谢华林市采访过到